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手机晶片巨头高通在今年2月底的MWC2023大会表示,他正在与安卓手机公司合作,为他们的手机添加基于卫星的短讯传递功能。 其合作的手机厂商包括摩托罗拉、Nothing、Apple、Vivo、小米、荣耀等,这些厂商将成为首批支援Snapdragon Satellite卫星通讯的厂商。 Snapdragon Satellite是高通在CES2023上发表的新功能,也是全球首个可在高阶手机上实现双向通讯的解决方案, 将于2023年下半年随搭载第二代骁龙8旗舰行动平台的终端上线。 在CES2023期间,高通还宣布与一星通讯公司达成协议,为下一代安卓旗舰智慧型手机提供基于卫星的连接。 业内人士表示,高通在今年初与一星通讯公司达成协议,还开发了全球首个双向卫星通讯的解决方案并内置于骁龙8G2行动平台, 预计今年下半年支援卫星通讯的新机型将密集上市,作为6G时代最重要的潜在技术。 卫星通讯民用千亿美元市场加速开启。 天丰国际分析师顾明基也表示,手机支援低轨道卫星服务,渴望加速整体产业成长。 其分析认为,在硬体供应链投资机会方面,因目前支援低轨道卫星通讯的手机并无显著规格升级, 故投资焦点为卫星端与接收端。 他还预测,在SpaceX与苹果等企业推动下,低轨道卫星的服务与相关零部件出货量将显著成长。 此外,高通目前还是苹果消费电子装置的5G数据机的独家供应商,包括整个iPhone14系列, 但一直有传言称苹果正在设计自己的5G晶片作为内部替代品。 据稍早的报道,苹果最初计划旨在一款新产品中使用高通晶片, 比如高阶iPhone机型,并将在大约三年后完全淘汰高通的数据机。 为了摆脱对高通的依赖,实际上苹果早已在自研数据机, 并花重金收购了英特尔数据机晶片团队。 在去年,不少媒体称苹果自研数据机失败, iPhone15系列仍将使用高通提供的数据机。 也有业界人士表示,苹果自研数据机不是失败, 而是推迟了量产时间,从原定的2023年第二季度推迟到2023年第四季度。 在引入英特尔之前,高通一直是苹果唯一的数据机供应商。 为了摆脱高通,苹果选择了英特尔作为合作伙伴, 并在后续发表的iPhone中,大多都采用英特尔数据机。 此举引起了高通的不满。 高通在全球多地发起对苹果的专利诉讼, 由于高通手握核心专利,所以基本上是全胜。 苹果在使用英特尔数据机后,续号还非常不好。 比如iPhone XR和iPhone 11,用户也一边倒地认为英特尔要背锅。 苹果不得已只能重新投入高通的怀抱。 为了使用高通数据机,苹果付出了巨额的专利费。 2019年4月,高通与苹果同时在官网发表声明, 宣布达成全面和解协议, 双方撤销全球两家公司之间的所有诉讼。 苹果向高通低头,向其支付了一笔巨额的授权费用, 达成一项为期六年的直接授权许可协议。 不过,高通公司总裁在这次MWC2023大会上, 还爆出了一个苹果的大瓜。 其首都透露,预计苹果将在2024年生产自研的5G数据机晶片。 但高通总裁不忘来了一句客套话, 如果苹果需要高通的数据机, 他们知道去哪找高通。 无论如何,对手都已经承认, 这说明苹果自研数据机已经成了。 如果高通执行长的讯息完全准确的话, 那么今年9月即将发表的iPhone 15 将成为配备高通5G数据机晶片的最后一款机型。 此前,高通预估只有20%的iPhone 15系列会使用高通数据机, 目前看来这一比例还是100%。 长久以来,苹果通过不断自研晶片来替代第三方供应上的晶片, 而苹果对5G数据机晶片研发已经历史多年, 但进展比较缓慢。 按照高通的最新说法,苹果应该最终取得了突破, 成功研发了自家的5G Modem数据机, 而且应该会继续选择台积电的先进工艺进行代工。 根据高通提供的2024年时间表, 苹果的5G晶片可能会在至少一款iPhone 16型号上首次亮相。 另外,苹果也有可能首先在一款销量较低的产品中, 一如5G晶片,比如iPad。 目前还不清楚苹果的5G数据机晶片与高通的相比表现如何,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改用内部设计可能会降低苹果的生产成本。 与此同时, 所有iPhone 15型号预计都将配备高通的骁龙X70数据机 与所有iPhone 14型号的骁龙X65相比, 该数据机的蜂窝速度和电源效率都有进一步提高。 高通最近还发表了最新的骁龙X75数据机, 在逐步过渡到自己的5G晶片的过程中, 该数据机仍可用于苹果未来的一些产品。 高通此前也表示, 意识到苹果将逐步淘汰其数据机晶片。 高通此前曾向投资者表示, 至少在2023年, 将继续向绝大部分iPhone提供数据机晶片。 今年1月有知情人士称, 苹果希望在2024年底或2025年初之前, 用自家晶片取代高通数据机晶片。 从2020年发表的iPhone 12系列开始, 苹果重新用回了高通的数据机, 直到去年的iPhone 14系列, 但苹果显然不想就这样被高通剥削。 在和高通达成和解的2019年, 苹果收购了英特尔的数据机晶片团队, 英特尔的2200多名工程师也转投苹果, 为苹果自研数据机而努力。 经过四年的研发,苹果自研数据机看来是真成了。 现有消息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量产, 苹果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 除了高通数据机晶片, 苹果还准备放弃博通的一款WiFi和蓝牙晶片。 这些举措旨在降低对其他晶片厂商的依赖。 此前,苹果的Mac电脑已经用自家晶片取代了英特尔的处理器。 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基则表示, 苹果计划首先在iPhone SE4上搭载自研数据机, 再根据iPhone SE4的开发状态和市场反馈, 决定是否让iPhone 16系列搭载自研数据机。 苹果这么做显然是为了保险起见, 先拿不重要的产品iPhone SE4档小白鼠。 毕竟此前使用英特尔数据机的iPhone, 市场反馈和口碑都不好。 高通当然也知道这一点。 因此,高通执行长在爆料苹果自研数据机成功的同时, 也不忘补一句, 如果苹果需要, 欢迎随时回头找高通。 按照两年初一代的更新节奏, iPhone SE4将会在明年春季发表, 不仅会首发苹果自研数据机, 在外观配置上也会有众多升级。 总的来说, 苹果自研数据机是为了摆脱对高通的依赖, 不用再花大价钱向高通采购, 更不用负巨额的专利费。 其实,iPhone讯号不佳也不能全赖英特尔, 即便iPhone 12系列用回高通数据机, 续号依然不如同期的安卓手机, 在弱续号区域的表现尤为明显。 最后,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基还在其一条推文中表示, 目前还不确定iPhone 16机型是否会配备苹果的5G晶片。 郭明基称, 这一决定将取决于苹果能否克服与毫米波和卫星连接相关的技术挑战。 随着越来越多手机厂批挂上阵, 一场手机卫星通讯技术大战正式开打。 苹果这时候也准备好了吗?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